《新陳雪朗》 今天我們這課程 去到中級課程的第三項 我們用Stand 做我們今日主要的花器 Stand 很好用 有兩隻膏 我們在上面放一塊淋上去 然後在上面插花 我們叫這種方式做圓水式的擺箭 Suspension style 如果你沒有這樣的Stand 你都可以用一個較高的玻璃瓶 或者其他的花瓶都可以 但不要太闊 比較純瘦身就會比較適合 我們會用到的花材 我們會有紅蔣 有這些的銅鈕 五指葵 這個綠茄葉 我們會用到玫瑰 至於葉方面我們經常都會用到沙巴葉和米仔蘭 由於這些部分 有些人未必喜歡白色 我們可以拿一些玫瑰的腳 把葉子砸掉 然後我們就可以拿一些撇線繩 你可以拿兩條 因為我們頭尾都可以綁住 好了 我們就可以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我們就可以 這樣拿這些腳 大約好像這個Stand這麼高 剪掉它 剪掉它 然後我們拿一條鐵線繩 然後把它繩住 然後把它繩住 像這些位置 這樣繩住 當然 如果一個人做的 有時候會比較難繩一點 這樣可以繩住它 這些位置 不需要繩住全部的 你集中在前面這個位置已經可以了 這樣繩住 這樣繩住 另外在底部 我們也繩住 這個位置 繩住 然後扭住 大家看到 我已經把玫瑰的框 遮住這個Stand 我們今天這個圓水色 剛才說過的特典 我們會用這個Stand 那些花來講 都會比較上 我們就向上伸展 我們會用這些 龍柳的腳 比較粗 你不需要用很多的 你可以用三四支都可以的 特別 然後這些彎彎的 就更好 像這些 這樣 我們可以 放 幾支上去 垂直 垂直 好像這些 這樣 好像這些彎彎的 這樣 都 挺漂亮的 好像這些 這樣 有一點高矮 對了 如果他彎彎 就有一點 向上 彎彎 向內 就好像這些 這樣 你最好 有些長 有些短 就好看一點 像這些 我們可以這個位置 再加多支 一长一短,先加主要的线条 全部都是向上的 接着我们会用五指葵 这五指葵一般来说,回来的时候可以这样断 用剪刀打横断 我们大约要六寸大约 六寸阔就可以了,这一块不需要很阔 六寸阔,三块都是这样,这样一下剪刀 好了,脚位只需要一寸大约就够了 好,我们集中,有时候五指葵可以这样压一下 我们就放在左边 差不多是8点,9点 还有,泥片10点位置 我们可以把三块放在左边 接着我们会用到这些绿蝎叶 这些叶来说,大约是11寸 你另外,可以剪一块大约是10寸 或者9寸都可以的,9寸 好,那我们就可以继续它 有时候你想它软一点的 两只手指这样卷一卷它 然后放开手就会软一点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位置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位置 放在这个位置 放在这个位置 然后再加一块 再加一块 然后再加一块 我们就短一点的 8寸 8寸 这样撕到脚位出来 然后再加一块 再加一块 让它有少少 向下 好了,那今天呢 我们先放了 那我们就 那些花呢 我们不会放得太高 这方面 那我们就可以拿一枝玫瑰 那这枝比较长一点 那我们需要那个长度 大约是11寸 11寸 那我们将这枝玫瑰 我们放在呢 旁边 两点位 两点位 那大约是这个高度 那三分二 都够了 两点位 那接着呢 我们也都可以再继续 放一枝 都是短短的 那你这一枝来说 那我们如果 那个长度呢 就7寸 已经够了 7寸 在这个位置 7寸 那这个都是我们的高枝来的 好了 那现在呢 那我们就可以放 我们今天的焦点 就是酱 那我们呢 你可以呢 你可以放 两块 三块 都可以 这些长 那首先呢 你放一块 这些 毛长 那我们要 那个长的 脚位呢 就需要5寸 这个位 2寸 由这个量度 5寸脚位 那我们有少少 垂下来的 这个 少少垂下来 那你呢 就大约呢 你放的位置 差不多是 5点位 哈 哈 那掌呢 是指着5点 但是那个入泥位 是6点的哈 那我们也都会 继续放多一枝 哈 就放多一枝 那这枝呢 那个长度来说呢 就短小小 是4 4寸脚的 4寸脚 那这枝我们 差不多平 的了 平 哈 平 哈 哈 那放一枝呢 就尽量呢 哈 哈 哈 小斜向下 都可以 不要斜向上 哈 不要斜向上 平 哈 哈 好了 那最后放这枝来说 哈 都是了 尺寸来说呢 你大约预算它呢 都是4寸的 哈 那我们可以放表面头 哈 OK 那你这枝来说呢 那我们可以呢 少少呢 呢 哈 哈 我们转回去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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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定要先加些叶 叶子你可以用沙发叶大块小一点都可以 我们都会在平时我们放在369这些位置 当然本身已经有叶子,不需要加太多 我们可以先加叶子在右边,在泥側的位置 因为我们稍后再加叶子 加叶子之后,现在我们就可以再加叶花 我们可以加多一点玫瑰 你可以在这个位置也可以 这个位置也可以,总之都是短的 我现在拿一支比较短身些,都是4吋 很短的,4吋,我们放在旁边 4点位 其他花都是4-5吋长 我们主要集中在旁边的位置 这些位置 都是4吋 这里密集的,全部放在右边 4吋 最多都是5吋的 这些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 另外大家可以看到 主要集中在右边 4吋 5吋 就可以了 再加叶子 我们可以加少少叶 在后面 像这些位置 像这些位置 旁边这些位置 可以加少少 加少少 又不是太长 像这些位置 加少少 所以两块叶子 两块叶子之间 一块叶子 最适合 至于这一边 左边 掌的底部 这个位置 都要加少少 这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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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加少少 当然 比如说 如果怕遮不太泥 也可以再用米仔蓝 米仔蓝 就少少 好了 不需要太多 今天 本身这些位置 都比较上密 掌的底部 这些位置 如果真的太多 泥变倒 就可以加少少 加少少 在这些位置 好 最后 这一部分 我们可以加少少 碎花 你可以用 例如 毛毛我 辣梅 美女鹰 这些 都可以做到碎花 放在这个位置 今天 我们也是用 因为 特别是 大家在 初班 中班这些阶段 有一类的碎花 我们经常用 毛毛我 毛孔雀 美女鹰 辣梅 都经常用 我今天也用 毛毛 这个 你可以这样的 全部 大约是 剪四至五寸 四五寸 就可以了 四五寸 不需要太长 全部一支 剪出来 四至五寸 像这些 全部四至五寸 剪出来 这些 这些位置 好了 剪了这些 之后 我们就可以加 这些位置 我们将这些 毛毛我 集中 在 左边 左边 我们这些 毛毛 可以一层搭一层 一层搭一层 这样 这样 花是向天 那 花是向天 那 而 高那些 我们可以有点 搭住 这样搭住 这样搭住 在 大家的 左边 以这位置 可以放好 我们说这些 培花 是一个 suspension style 一个圆垂式 圆垂式 往往 都有一些 好像 垂下来 向下垂下来 那 我们最好 就是用 这些 水族槽 好了 在我们的 过程里面 我们都用上 不同的盆枝 亦都 我都会教大家 一些花艺的冷枝式 大家 都可以看到 我们怎样用一些 不同的 叶材 或者一些 小的 装饰品 去令到 那盆枝 更加豐富 今天用这些 水竹草 很好用 我们割了 撕它之后 你将它 剪成大约 例如三寸 三寸 三寸 左右 这个位置 我们这样压一下 按一下 让它 好像九十度 垂下来 我们将这一部分 可以放在底部 放在底部 可以这样 放下来 全部都垂下来 垂下来 垂下来 有点蒙 有点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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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 我今天示范这一盘 中级过程 第三行 这是一个 转随式的设计 转随式 主要是用到 刚才我说的 这一部 假辣 这个 我们将它 有两尺 摆成一个 直线的设计 垂直的设计 我们这盘花来说 我们用到的盘子 有龙柳 有五指葵 有绿铁 有绿铁 花那方面 很简单 我们用到玫瑰 像玫瑰 像玫瑰 这盘设计 大家要留意 就是说 我们也是用一个 垂直 垂直 一个设计 不是打横 不是向两边伸展 是向上下伸展 还有 沿水 我尽量有一些东西 拋下来 令到盘花 有一种动感 希望大家联习的时候 尽量 记住 那七个步骤 另外就是说 那盘花是向上下伸展 练习向左右 希望大家多些练习 这个盘水式设计 因为日后 去做一些组合式 盘水式往往都是一个很好的配搭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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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her Harp Zither Harp ither Harp ither Harp